真相在哪里 真相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广阳 欢迎收看今天的真相30分 相处两年的富二代女友 在国外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之后 生前还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诀别信 身为男友的阿豪得知之后是悲痛万分 殊不知电视剧般的凄美爱情故事的背后 竟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2021年6月11日 杨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马某提起了公诉 对起诉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罪名以及谅情建议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那你是否是在律师的见证下 签署了认罪认罚继绝书并自愿认罪认罚 是的 是吧 被告席上的马某就是阿豪相处了两年的所谓富二代女友 两人相识于2018年10月 当时两人是在网上揭示的 这个案子是马某跟被害人数号这边是通过一个交往平台认识的 那么二人也是确立了一个恋爱关系 恋爱应该是在18年底开始的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APP上没认识的 就是APP认识之后就没隔多久就线下见面了吗 对 大概隔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 只要我有机会 我会继续查假设 我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 三年呐 我对你的戏人 你给我挥挥的是什么 这些权 你必须收 我的命案 是我自己这么累的 谁让他把塔再揪出来 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那是那不是什么 服务员姐姐 你好 我要一个打包子 请稍等 来 姐姐打包子 谢谢 阿豪是一位已婚人士 却与妻子感情不合 长期分居 便在网上寻觅真爱 我今天一直就是 跟我老婆有点感情问题 然后一直在 就是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在网 结果分居挺久了吧 马某有着娇好的面容和身材 确实是阿豪的理想女友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 跟她处于恋爱关系以后 我们两个人都是秉持着会跟对方 远配离异的状态 去双方结婚的状态去谈恋爱 两个人如普通情侣般相处 吃饭 逛街 约会 马某自称家境殷实 平常发的朋友圈也显得很有档次 她老婆跟她是完全分居的状态 因为我以前跟她恋爱的时候 都是去她家的 她跟我说就是 她是那个 就是父母是开店的 然后家里面做生意的嘛 好景不成 富二代女友马某称 父母不同意自己和阿豪的恋情 要安排自己出国深造 并表示出国学习 也是为了和阿豪的将来做打算 春节恰逢新冠疫情 两个人虽未见面 却一直保持联系 阿豪收到马某的微信 说他已资深前往加拿大 顺利入学世界排名前30的名校 女友马某出国之后 没有多久就和阿豪微信联系 说自己怀孕了 阿豪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呢 紧接着噩耗就来了 马某说自己是公外孕 已经大出血急需手术 情况危急 阿豪又身在国内 没有办法照顾女友 出不了力 那就得出钱 于是心急如焚的阿豪 就通过支付宝 转了5万块钱 给女友马某用于治疗 时间很快到了2020年7月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确诊人数破千万 马某告诉阿豪 自己得了普通肺炎 想买机票回国 但因为受疫情影响 机票价格猛涨 不好买 他说他想让我回来 就出钱给我买机票 分别数月 阿豪十分思念女友 又担心马某在国外不安全 便主动提出 承担马某回国机票的费用 虽然答应承担马某的回国机票费 但高达5.7万元的费用 让阿豪犯了难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金 便提出刷信用卡转账给马某 此时马某提出了一个更省力 直接的付款办法 我就在外面找了个Post机 邮寄给他 这个Post机绑定了我自己的银行卡 最后他就立马刷卡到我的卡上 大概5.7万元人民币 阿豪以为很快就可以和女友团聚了 谁知马某却迟迟未能回国 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对 一开始说的是肺炎 然后肺炎然后做手术 然后手术结束之后 又说自己得了新冠 那这是什么时候 是7月份以后吗 对 7月份以后 应该新冠应该是9月份说的 阿豪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收入一般 之前几次豪迈转款 都是透支的信用卡 所以此时他早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可是即便是自顾不暇 面对身处异国他乡 需要自己帮助的女友的时候 阿豪没有丝毫的犹豫 第一时间再次通过 马某寄来的Post机 透支信用卡 为女友送去了温暖 或许女友在国外感染新冠肺炎 命在旦夕 阿豪又立刻向马某转账1万元 用于支付医疗费用 其实据我们了解的话 阿豪其实工作收入是一般的 那么他在给马金给付的这11万 钱款里面 其实有部分钱款 是通过拉卡拉这样一个平台借贷的 没想到阿豪又接到消息 马某病情加重 不治身亡了 他去世之前一直在联系 在圣诞节25号开始 然后他说 就25号之前一直在联系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号称自己 那个新冠肺炎重了 然后可能会不觉了什么的 然后那圣诞节之后就突然就消失 那这样的话 他确切就是通知你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呀 年底吧 28号左右吧 马某去世的噩耗 是马某在加拿大的朋友通知阿豪的 也是这个朋友说 是他一直在照顾患病的马某 并负责处理了马某的身后事 这个朋友还交给阿豪一封 马某生前所写的诀别信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可能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爱我包容我 对我这么迁就 现在只能和你说对不起了 放你鸽子了 我从来没后遇过和你在一起 马某在信中明确交代了其后事 由加拿大这位朋友全权负责 这个朋友也算尽心尽责 在马某死后就将他的遗体活化了 并表示骨灰已在当地统一进行了处理 从阿豪和马某朋友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 马某走得是干干净净 什么身外物都没有留下 倒是给阿豪留下了一笔 高达70万元的巨额医药费 然后他朋友说是 他治疗的份量都拿朋友店的 然后问我要治疗费用 一开始阿豪是整日沉浸在悲伤和思念当中 一想到女友一缕香魂 人掩埋于异国他乡就痛不欲生 再加上自己前前后后为女友是负债累累 如今可谓是人才两空 可是等阿豪的悲痛情绪慢慢的平复了之后 他将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又仔细的回想了一番 越想越觉得这事有蹊跷 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讲述死而复生的恋人 前面我们说到阿豪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名女孩 两个人很快发展成为了恋人关系 然而不久之后 女友在国外读书期间竟然患上了新冠肺炎 还一并不起买骨他乡 阿豪悲痛之余 隐约觉得这事多多少少 有点太巧合了 于是将自己和女友的事情 跟身边的朋友合盘托出 结果朋友是旁观者清 赶紧提醒阿豪 是不是被骗了呢 虽然已经报警 但阿豪仍有一点不甘心 挚爱的女友怎么就成了骗子呢 直到阿豪的朋友发现了真相 才让他彻底清醒了 你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吗 就有点有喜欢吗 当时肯定觉得是真的吧 我当时都没有觉得他有变到谎言 说实话 声称已经去世的女友 不仅是有夫之妇 居然死而复生 好好活在朋友圈晒购物记录 阿豪这一下子懵了 那么阿豪通过他朋友这边 得知了马 其实并没有去世 而且是在国内对他实施的诈骗行为 大概在2021年1月份左右 就去公安机关报案了 警方介入之后 更确定了马某对阿豪所说的一切 都是他自导自言的独角戏 那么从2020年6月开始 马就谎称自己去了国外 并以自己得了公外孕需要手术 以及患了新冠肺炎需要治疗 还有购买回国机票等为由 先后骗取了被害人 孙昊购物钱款供给有11万余元 到案之后 马某也承认自己与阿豪交往时 确实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 但这些情况阿豪是知情的 不存在欺骗 自己为了和阿豪在一起 已经和前夫离婚了 他知道我婚姻状况 然后所以说一直退出我要我离婚 然后我也去做了这样的情况 那你跟你前夫已经是离婚了 离婚这也开了对吧 对 而阿豪却坚决否认 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马某的前夫自己确实见过 但当时马某说那是他的兄弟 实际上马某在跟阿豪交往过程中 实际上是存在一定隐瞒的情况 包括他会跟阿豪谎称他的前夫 是他的哥哥 他的女儿是他的妹妹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认定的话 其实马某对于 除了我们刚才需过的借款领域以外 在交往过程中也是存在一定隐瞒的 经过核实 马某确实已于2020年9月25日 与前夫离婚 但直到案发 他仍然和丈夫住在一起 马某辩称是为了照顾孩子 两个人已经没有感情 变成亲人了 他对那个男生 最好的事情他都是知晓的 他对你注意起 他知道你就是外面谈谈 对 但是我们两个人是分开两间房罪的 这关系一直是亲人关系 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想 维系一个比较好的家庭关系 就是给小孩制造比较好的氛围 起初认识只是为了交个朋友 但随之交往逐渐深入 马某说自己也动了真感情 他和阿豪彼此承诺 要各自离婚再重组家庭 而对于事情之所以会演变成今天这样 马某说 阿豪才是罪魁祸首 阿豪才是那个欺骗他感情的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回来 马某到案后 对于自己经济诈骗的行为矢口否认 他说自己和阿豪起初确实是真心相爱 是后来阿豪出尔反尔 违背了他们之间的承诺 才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他什么时候就是 你觉得他是不想要结婚 我在六位分的时候 就发现他跟他的老婆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沟通过要离婚的事情 这个两人的说法就不一致了 因为马某就说 他们其实交往的过程中 双方彼此都已经告知过了 包括他知道阿豪没有离婚 他也是知道的 但是按照六位分的说法 他实际上是一直不知道的 在马某眼中 自己一直在办理相关的离婚手续 阿豪虽然门口答应会离婚 但却迟迟没有动静 马某认为对方是欺骗了他的感情 所以一气之下想挽回损失 那你这十一万十六亿以后才财完他要的吗 出于心情上被感情配合了 不觉得 觉得为什么要人财两失呢 他从头到尾都跟我说 他想要离婚跟我结婚 那他让你回来干嘛呢 就又不想结婚 想要重新在一起继续以恋人关系 他也蒙生了这种希望能给他钱财的目击 那么他就觉得 他作为他男朋友给他钱财是理所应当的 庭审中 马某自称在男友阿豪身上花费不菲 都是现金直接给对方 但由于没有留存证据 不能查证核实 我在他身上花了要二三十万左右了 而且是因为这 我做人比较马大哈 他当初跟我借的钱 我欠条找不到 所以你觉得十一万对钱来说是个补偿是吗 我借给他的钱都不止十一万 我只是想要要回之前给他的钱 家男那人家现在既有钱 又等于白嫖了 不是很快乐吗 马某和阿豪都是90后 马某从事医美行业 自称收入客观 记者特地就借款问题和阿豪求证 阿豪对此异口否认 他说就是当时他也给你用过钱的 你这边有记忆吗 这个不存在 没有的 阿豪还表示 自己在这场欺骗中受到的损失 远远不止这十一万元 19年的时候我还给他大概五十多万 所以说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万盘三年 对他来说是轻的 据阿豪所说 这五十万是之前马某提出要买经济室友房 向阿豪要的 当时阿豪抵押了自己的房产 贷款名义上是六十万 拿到手五十万 另外十万给了马某找了中介 本来是说就是我贷款之后 那个钱给我老婆说那个离婚的 然后后面那个他说他要买经济室友房 然后我贷款 贷款出来之后 那个先给他买房子 但是这笔钱究竟存不存在 并没有任何证据 各种缘由只有双方当事人清楚了 根据买经济室友房交代的话 当时虽然确实有存在过提出 购买经济室友房这一缘由 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的话 并没有实际付诸于行动 所以他也并没有收到过 二十万给付的钱款 也正是因为这笔钱 阿豪始终没有对曾经深爱的女友 出具谅解术 我说我愿意多赔付对方 金额是十一万七 我愿意赔他十八万 但是一直没有取得谅解 他就直接对我持字大开口 索要五十万的赔款 2021年6月11日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全体起立 一 被告人马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把金人民币六千元 二 退出的违法所得 人民币十一万七千元 发管被害人 拖押弹的手机 予以没收 法官表示 考虑到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不错 能够如实公诉自己的犯罪事实 同时 全额做出了退陪 虽然没有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但是他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这个案子我们为什么没有宣告缓刑呢 就是因为考虑到 一个是被告人编排的理由 是比较恶劣的 而且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被害人说 他不光是有十几万的诈骗的 他们之间还有其他的一个纠葛 他也不愿意进行谅解 那综合考虑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宣告缓刑的 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一个失了财 一个进了监狱 难受吧 总共也得难受 马某隐瞒自己已婚已欲的事实 蓄意实施诈骗 他为她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个案子里的女主人公说 她的这种经济诈骗行为 是为了报复男主人公不守信用 那这里的问题是 就是如果说对方 无论是在法律上面 在道德上面超越了底线 你用一种同样在道德上 和法律上超越底线的行为 去报复或惩罚对方 那你自己 你要为自己的这种超越于道德的行为 去负道德的责任 你要为超越于法律的行为 去承担法律的责任 你在经济上是一种诈骗的行为 那对不起 你自己一定要为这种诈骗行为负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网络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交友平台存在一个缺陷 那就是无法对你在交友平台中认识的人进行身份核实和验证 网络实际上是一个能看见部分真实的东西 而有大量的看不见的东西 它是隐藏在背后的这样一个世界 线上的信息一定要经过线下的查明镜身 验明镜身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自己的应用的这种判断 要不然的话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也要付出责任的 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警惕 尤其是在涉及到钱款方面的时候 必须要慎而又慎 我觉得公众也应当增强法律意识 就是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旦发现可能上当受骗 就要收集和保护好实案的证据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正所谓证人必先证己 想纠正别人自己先得匡证自己